今天是我平時起床的視野 早安 好像很久都沒有拍日常的VLOG 所以今天就打算拍一個 2020新的一年 我的日常VLOG 今天天氣很好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說過 起床之後我喜歡喝熱的東西 今天也不例外 而且最近 肺炎實在太嚴重了 雖然聽說有些肺炎的確診者 是沒有病徵的 但我覺得我們自己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讓自己盡量不要病 盡量不要有喉嚨痛 這件事發生 所以我們要時刻去令自己的喉嚨感覺滋潤 所以我今天的第一個飲品 就是這個 黑糖薑母茶 在士林夜市老店賣的 黑糖十一和紅棗桂圓 那我混合一起喝 但的確 早上喝這些潤喉的東西 整個人都覺得很舒服 而且可能天氣趕著有關係 我有時起床或是睡覺 我都會覺得喉嚨很乾 所以早上喝這些潤喉的東西 我覺得整個人都滋潤了很多 然後韓國的冬天每日不可缺少的就是 綿膜 因為由於新年的時候 其實也不單是新年的時候 因為自從我染了這個髮色之後 本身它是藍色的 特殊的髮色 其實應該配一些比較誇張一點的妝 所以剛才我的妝也挺濃的 我是走一個暗黑系 自從紫紫幫我做完暗黑系之後 我很喜歡暗黑系 所以我剛才的妝也比較深色一點的 但我覺得整個人是化濃的妝 其實對眼睛也挺大負擔的 那今天就想讓皮膚休息一下 眼睛沒有那麼大負擔 所以就會化一個比較清爽一點的妝 但同時其實如果這個妝越淡越薄的話 你的肌底是越重要的 所以現在我就要做好多這些急救保養的步驟 拍打進去你的皮膚裡 面霜我只塗在面主燈這兩個位置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今天的主角來了 就是這個 Yoserine的眼霜 因為我會把眼霜塗在眼這個位置外 我還會塗在額頭 拍靈紋的這些位置 或者是任何你想撫平細紋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可能你的罪角是有紋的 那你就塗在這些位置 因為Yoserine的眼霜裡面 含有大豆的抗皺精華 所以塗了之後可以等肌膚自主再生 而且40x的透明質酸可以加薪補碎 可以僅致撫平這些眼紋 不含任何致敏成分 而且質地是很輕盈的 所以無論你是塗上眼或是額頭這些位置 都不會覺得很黏很容易出油 因為額頭這些位置其實是很容易出油的 但它塗在額頭你也不會覺得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而是Yoserine是連續白煉眼霜的消瘦第一位 因為其實頸這些位置都會有紋的 我都會塗上 如果怕玩得太瘋會生硬紋的話 快點塗它 預防勝於治療 我知不知道 是否呢 都說你的基底做得好就算你化很淡很簡單的妝 你整個人看上去都會有好起色好精神 嘿 搞不搞化淡妝都蠻不錯 好 現在我要煮的吃 很餓 我說過基本上起床通常90%都會吃烏冬 韓國住了第四年 第五年 這個習慣依然是一樣的 以前就喜歡吃湯湖冬 但最近就喜歡不同的做法 剛剛在日本買回來的 pasta的醬 不用五分鐘就可以完成的午餐 怎麼會這麼好吃的吃飯 好不開心 因為我吃飯一定要看中的節目 或者是韓劇 而我最近非常喜歡看的韓劇就是 但是它又停泊 它已經停泊了兩次 按檔追的人真的追得很辛苦 不過聽說最近因為過路 進了院 他們也挺辛苦 嗯 嗯 我在日本吃飯真的很適合我的胃口 最近我很喜歡看這個頻道 Mocca Milk 它就是我最喜歡的Samoid 來的 好可愛喔 其實我想說我以前是很害怕狗的 很小的時候我是做夢被狗咬 我記得是 夢裡面我是一個深山 讓我被黑狗咬 那隻狗是這樣咬著我的手臂 然後我怎麼拼都拼不開 7歲或8歲的時候做的這個夢 自那時候我就看到任何的狗 無論是大狗還是小狗我都超害怕 覺得狗有趣的同事也很害怕 但是直至之前去屎林物家的時候 看到Horlick 然後我給他們看 然後我們發現 Horlick和WuYu都挺像 他們的樣子 動靜 因為他們說Horlick其實不是看到 每個人都會走過去 但偏偏我跟Horlick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然後他就主動走過來 他又很疼我 然後我去哪個又去哪個 我想收回他 然後我想收回 他就把他的頭這樣搭在我的大腿上 整個人真的是溶化了 所以自此之後我就不再怕狗 然後又喜歡了三個東西 我現在看到狗 基本上是不怕的 甚至是他會主動去摸狗狗 如果有機會有時間去看的話 我也會想收回一隻狗 因為他生來的時候 他樣子很爽 會覺得他是與世無爭的一隻狗 不過暫時的我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養 養寵物真的需要負一個很大的責任 養狗之前大家真的要慎重考慮 我想說這一支是我自製的消毒噴霧 我就是把滴露把它開啟了 為什麼我要自製消毒噴霧呢 因為韓國是買不到任何消毒噴霧 其實不是買不到的 是就算現在下單的 可能要等幾天 甚至乎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說 他們下單買口罩 或者買其他的清潔用品 然後是突然被人剪掉 每次都成功下單 但最後還是被退火 肺炎實在是越來越嚴重 整容醫院 新沙洞 漢江 各大的商場 真的不知道那些裙子究竟會在哪裡 之前我整間屋已經消毒過了 但有些位置基本上是一天不止消毒一次 譬如在你門口按密碼 你開門的手把 你會常常碰到的一些位置 還有手機 大家常常都會遺忘的手機 手機是最多困難 不過又不是滴露是湖北靜的 但是因為其實這支滴露我都買了很久 應該沒問題的 常常會碰到的位置 還有記得要時常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 電腦啊 電腦都很重要 尤其是鍵盤啊 尤其是 這裡是三個月份量的口罩 我是很辛苦才找到這些口罩 因為基本上街已經沒有了 我是上網訂的 也不是一批訂 我是分了幾批來訂 然後才慢慢送來 我是非常幸運沒有被剪單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剪單 反而不送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口罩的情況 就是斷貨的 其實都不是全部的 按上去看都會有的 這些是小型 就是成人可能不適合用的 要不是呢 就是25個 但是要5萬多瓦 正常其實1萬多瓦就有了 但是這個是超貴的 你再看看旁邊這個 39萬次了 你會看到事情 其實不是馬上有的 今天是1月30日 其實都要等 基本上外面街已經很難找到口罩 至於之前回香港 派給大家那些醫院用的口罩 都是全部斷貨 韓國人或者住在韓國的人 其實基本上都用網購 但現在網購都很難找到口罩 因為有些不好的商家 就乘機坐地起 有些人可能下了單 但就退他們單 然後設定高價 然後叫人再買 其實是一件非常不應該的行為 我自己也是很辛苦才找到這一批口罩 不過我自己也是囤了3個月的貨 自己囤得多是沒用的 因為你身邊的人是要一起帶你才能防疫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可能有多於3個月的貨 其實真的可以 將多出來的貨 分給其他真的很急需的人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一直在看 究竟哪些地方可以有大量的口罩 可以買到 唉 我最喜歡的宿舍 謝謝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你今天讓我一點點 你之前為我們非常感動的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但是你現在是 你像年的 我最喜歡的 我 crystal火 我都好 Click 今天晚餐就是蝦仁炒蛋和灑菜 因為肺炎關係 我覺得我們需要活得健康一點 因為我已經實驗了這個外賣 所以是時候自己煮飯了 北京北角拍晚上的11點 2020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健康地生活下去 如果大家有面上的西文困擾的話 也可以嘗試用Yucerin的眼霜 我會將它的詳細資料放在水溶圓上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頭髮 我是12月19日去染的 到今天為止洗了沒有10次頭 而我是用保釋洗頭水大概用了3次 如果你想保釋的話 最重要是不要洗頭 開始有變少少綠綠的了 有沒有留意到 尤其是在這邊 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問關於我的髮色問題 沒有的 我覺得它其實睡醒覺 頭髮還是淺色了 變了少少色 因為之前它飄花了少 我飄了3次 我想它會掉色 會掉到淺灰銀 但是根據現在的情形 我覺得不像 掉色之後應該會變了偏黃的眼睛色 如無意外的話 如果大家是非常好奇我的髮色的話 請followIG看我的story 因為影片其實update的沒有那麼快 在IG就可以即時看到我的髮色是如何 2001年我是繼續出片 但是2020年就決定不會繼續出 其實今年我自己也有很多的update 很多都是進行中的 希望可以盡快和大家分享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Bye 2 2 7 3 5 4 6